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劉秉諺以華登出上花子一角 入為金鐘獎最佳女配角 與同居演員謝瓊宣一起競爭該獎項 最後講落理性 對此妍言則在臉書獲達直呼 有得獎沒得獎 我都活成眾人羨慕的樣子 隨後也分享典禮的漏網鏡頭 為了美美走紅潭的她 拖水斷十二十四小時 等待頒獎時終於忍不住 趁著廣告衝出來開吃泡麵 十分帥心的做自己 對此她自嘲表示 真心不能餓的女星 最後也發文感謝金技莊法團隊 還有媽媽也特地到現場支持 表示有親友團助陣 有團隊的照顧真的很幸福有你們 謝謝大家忙碌的一整天 在節目中 每個月的內容 我們來自賺的 你單身誰